寄養家庭最主要是家庭是可以養狗的 因為盜蠻犬的寄牌狗 未是香港政府納入法例 工作的盜蠻犬當然是可以住公屋 因為現在大部份屋苑都不允許養狗的 但先解釋一下聽眾為何他們工作前有寄養家庭 當然有這麼乖的盜蠻犬 需要有一些社會化訓練 社會化訓練包括他們日常生活 在家裡的生活 不可以跳上床 不可以跳上梳化 不可以撲向人道 在街上 香港人多車多 他們都要小小學習 學習了原來出街都是這樣 都是這麼多人 這麼多車 切出地轉 去到商場 要乖乖地 不可以隨便大小異辯 還有他們要學會 因為很多 他們想發現 他們現在很緊張 因為這裡好像在桌底 入到一個陌生的地方 不知道怎樣舒服 不要緊 我們很樂意聽到 因為安娜又勸得好像撞了桌底 頭撞了桌底 因為現在是四個半月左右 他都要用一些時間去適應這個環境 我想問問KE 為什麼願意做記念的主人 有一個衝動 因為他好像做一份工作 然後你跟他培養了感情 可能他睡幾天 又要送他出去 其實也挺難受 是啊 其實很多朋友都說我一定會後悔 第一次 第一次 你本身有沒有養狗 沒有 放心 保證你不會後悔 為什麼呢 因為你看到那隻狗 可以幫到人 人會開心 目前在外國也是這樣 之前那隻鼻子的時候 好像很不開心 好像有點失落 但是他看到那隻狗 知道有些資訊的通訊 讓主人知道 現在隻狗很好 健康很好 那個用戶都用得非常好 其實會不會見到的 其實不會的 其實在香港 就算你在其他地方 都不會很多次被他見 就算你在家裡見到 應該是不應該療癒的 啊 在用手掌和動蠻犬來說 是兩種不同的東西 的確有一個動蠻犬 是方便很多 Flexible很多 這個是事實來的 那為什麼會 那些人會 我真的會說是值得的呢 就是因為 其實最主要就是成果的問題 你做到一些東西 而可以令到另外一個用者 用得開心 用得自然 用得自如的話 我相信 給錢買到的東西 更加好 更加開心 你們現在 夠不夠寄養家庭 你接下來的 其實我們不夠 因為 剛才也說過 2014年會有 六至八隻動蠻犬 的幼犬會來香港 很多時候 因為 人們誤會了 道蠻幼犬 是 連居屋那些 都可以申請 很多 變成 很多申請人 都以為自己 因為他們是有特權的 我可以養他們 所以 我們 那個會的 申請人數 還不夠 我們都會做一些 既養家庭講座 如果有聽眾 有興趣 的話 他們可以怎樣聯絡你們 可以上我們 Facebook 或者 上我們的網址 Facebook 就是 找HKGDA 或者香港 盜蠻犬協會 就可以找到我們 HKGDA 是